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小吃夫媽媽 我是嘉瑜奎機師 我是詩詩老師 詩詩今天怎麼幫我帶午餐過來 對啊 太感謝妳了 有事要請教妳 昨天我就開始LINE嘉瑜 因為昨天老公報稅 然後他報稅的時候他說 看到他我們今年的稅突然增加很多 週所稅 對 週合所得稅 那老公就說 我怎麼突然有一筆很大的收入 你有藏私房寫嗎 對 因為突然多了兩百多萬 我們的稅值就變成增加很多 額外又要多付很多很大的一筆稅 為什麼會急著找嘉瑜奎機師 就是想跟他請教 補票鼓勵所得 跟最近大家最關心的報稅問題 他有三個方式 就是說薪資所得分開計算 或者是兩個人的所得分開計算 或者是兩個人的所得合併計算 就是申報一定要一起申報 但是計算可以分開 分開完以後再併起來看要講多少 我們股票鼓勵所得只有在 就是股交易的時候 你以為成本 成本 所以就不會併入收入了 應該是說 如果你是投資股票的話 那投資股票你的獲利來源有兩個 一個就是他可能配息鼓勵所得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說你可能就是股票交易之後 會有價差 可能你投資這張股票20塊 你賣下來可能會有價差 那這個價差叫證券交易所的免稅跟課稅 所以當你把股票賣掉的時候 那一塊其實免稅 但是如果說你因為投資股票 那你有鼓勵就是佩息吧 佩息其實就是你的鼓勵所 你現在報稅的時候 他就是你的綜合所得的其中一項 鼓勵所得 現在鼓勵所得呢 對 報稅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28%分離課稅 就說報28很多 100塊裡面28塊是課稅的 對 但是這個針對 如果你的所得稅率是在30% 40% 對 就選28比較有幫助 第二個方式是鼓勵所得 納到你的中和所得一起報 但是可以抵8萬塊 可以抵8萬塊 就是兩個方式選擇一個 歐斯的成本 對 把稅的最快的拷幣進去 要要 因為這個稅其實你說28% 就是二選一 其中一個是28分離課 最高就是28 對這兩個很重要 做一個 還有幫大家服務一個新的工作項目對不對 你是說移民嗎 對對 移民對 因為我在 我們在去年有考上那個移民商業人員 三位換計時 然後有成立一間移民公司 那現在是服務就是 服務 香港澳門 他們會想要來台 投資移民的這一塊 外國人會想要移民來台灣 這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 因為台灣現在是蒙登全世界 最幸福國家第一名 對對 謝謝你今天送午餐過來 因為你說你等一下一點都要去趕那個 台北 台北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大忘記 我幾乎每天都進來 然後我跟你講我有時候還把小孩子 接過來吃便當 然後我先生再來辦公室 載他們回家 然後我就繼續留在公司加班 這是我五月的生活 派系師雖然大家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職業 其實是很忙的 外嘉瑜派系師太忙了 他趕著等一下去坐高鐵 我們趕快趕快讓他吃完 下次換我專訪你 下次換我專訪你 你趕快讓他吃完飯啊 然後呢趕快去坐高鐵 那我們先跟大家說再見了 好啊好啊 那小師傅媽媽 掰掰喔 喔